Hey 大家好 我是 Leslie 最近我收到了幾個不同的問題 我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有一個朋友 剛大學畢業正在找工作 收到了幾個 offer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樣去選擇 所以很糾結 第二個問題是有一個朋友 已經工作了好幾年做外貿 剛剛加入一家公司 是一家做內貿的公司 但是這家老闆非常想去做外貿 所以邀請他來操盤整個公司的外貿 所以他需要做一份 關於萬寶業務的這樣的一份規劃 就是這個公司在接下來的幾年 怎麼樣去做 最後一個問題是有一個朋友 他已經工作了好幾年 然後現在開始躍躍欲試 想自己來開一家公司出來單幹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麼樣去規劃他的生意 有了一些注意的點 或者說從哪步先開始做起 其實大家看一下這幾個問題的背後 其實它是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對銀銷缺乏有一個框架性和系統性的認知 所以今天跟大家來聊一聊 關於銀銷框架的這樣一個話題 那我今天不會去著重的講銀銷的方方便面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不是說一個銀銷大師 也不是說一個銀銷學教授 我只想從我自己過去幾年的經驗 來聊一聊關於我認為的銀銷裡面 大家必須知道的幾個框架性的東西吧 因為銀銷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龐雜的一個學科 或者說是一個龐雜的一個體系 我們不可能去了解到每一個方便面 所以呢我覺得掌握一個大體的知識框架 就非常有必要 然後當你遇到一些具體的一些 銀銷裡面的一些細分的學科的時候 或者說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你現有的這樣的知識框架去學習 那樣子的話就學習得比較快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框架呢 是STP加上4P然後再加上CRM 什麼意思呢 STP就是三個英文字母的首字母說寫 S代表的是segmentation叫做市場細分 T呢就是targeting就是選擇細分目標市場 第三個呢就是P就是positioning Positioning就是定位 我相信大家也聽過這本書 定位就是銀銷學裡面必須讀的 那STP呢主要是關於價值選擇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市場裡面的需求有很多種 各種各樣的需求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市場的分析和研究 把這些不同的需求 劃分成一個一個的細分的市場 那在英文裡面叫做Niche Market 選擇這個市場之後呢 你就根據你企業裡面 你的上場的你所有的資源 然後去看 哪一個細分市場是最適合你的 然後你才去選擇這個細分市場 選擇之後呢這個Positioning就說定位 定位的話就說你在這個細分市場裡面 你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對吧 就比如說 是一個高端的品牌 還是說你只是做一個大眾性的品牌 或者說是一個廉價的一個品牌 當然這是一個出虐的一個定位啊 就是根據產品的這個檔次 中高第一這樣的劃分 那關於STP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讀一下定位這本書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定位是關於選擇價值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當你選擇好 你想提供什麼樣的價值之後呢 接下來呢 大家就要關於4P 4P也是四個英文單詞的手這麼說寫啊 第一個P是Product產品 然後第二個P呢是Places是渠道 第三個P呢是Pricing就是定價 第四個P呢是Promotion就是推廣啊 那國內有些人他會把這個Promotion翻譯成推銷 那其實是不準確的啊 因為這個Promotion的話 這裡是更多的是關於怎麼樣去推廣啊 而不是說推銷 4P這個理論的話就是 幾乎所有的公司或者說所有的生意 這都是你逼不開的一個四個東西 第一個Product很顯然就是關於你的產品 你想做什麼樣的產品 當然這個產品的話也有一些食物的產品 和一些虛擬的產品 比如說一些服務啊 我可以把它看作成一個廣義的產品啊 然後Prices就是渠道 渠道的意思就是說不是地方啊 是渠道 就是說你通過什麼樣的渠道去賣你的產品對吧 就比如說有一些人他在天貓上面賣 就是一個電商的渠道 有些人呢他通過商超 一些超市裡面去賣 這是另外一種渠道 有些人他通過微商 通過微信 通過一些媒體啊去賣 這也是第三種渠道 所以他這個渠道的多元化其實特別的多 那不同的行業的話 他主要做的渠道也不一樣對吧 比如說一些工業性的產品 可能就是直銷 去跟一些工廠啊 派一些業務代表去銷售 那又一些快銷品 比如說像洗髮水啊這些啊 大家可以知道寶捷啊這些公司 那他們就是有層一層一層的分銷 比如說有省貸有市貸 然後這些代理呢 分銷商呢幫他去開拓一些商超 當地的一些市場 甚至一些街邊的一些小店啊 一些便利店等等 所以這是關於渠道 第三個呢就是定價 定價的話其實他不是說 就是說把這個價格 把這個產品定價 定一個價格 而是說整個價格體系啊 就是說你出廠 然後再到你的分銷商 再到分銷商下面的二級分銷商 再到這些街邊的這些 Retailer這些店鋪 再到啊中端的消費者 在中間啊有一個這樣子的利益的分配 那你這個整個價格體系是什麽樣的 第四個的Promotion就是推廣 推廣呢其實有很多人啊 啊會把他當作啊銀銷的全部吧 就是說啊怎麼去做 比如說做百度金價啊 做Facebook啊做社交媒體啊 這些東西啊做新媒體啊 就會當作他是做銀銷的 那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 非常窄的一個這樣的觀念 他把推廣這一個環節 當作的銀銷的全部 這其實是不準確的 我覺得銀銷應該是一個 更加寬的這樣的一個話題 然後呢CRM的話就是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就是關於你怎麽樣去維護 你客戶的啊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講完STP和4P這樣的一個理論之後呢 還有一個公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大家都需要就記住 就是啊銷售額等於流量乘以轉化率乘以客單價 這其實是很多電商企業常用的一個公式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拓展性的來看 其實也適合很多公司做B2B業務的話 它就會變成 銷售收入等於銷售線索 乘以轉化率乘以客戶價值 那這兩個公司其實它的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首先你要有那麽多的啊 啊流量或者說銷售線索 然後把這些流量裡面有一部分 比如說1%2%啊這樣的一個轉化率 有這些人會成為你的顧客對吧 成為你的顧客之後呢 你要跟他維護好一些關係 然後提供優秀的產品 所以他們才會不斷地從你這裏復購 反復地購買 然後你才能夠拓展他的這個客戶的終身價值 那整個這三個方面呢 決定了你的這個銷售收入 就是啊這個公司 那我們回個頭來再來回顧一下 其實銀銷就是關於選擇價值 就是包括STP啊 你選擇啊去提供什麽樣的價值 去滿足某一塊的這個細分的需求 然後呢是提供價值或者說生產價值 就是說你整個啊 嗯 採購原料對吧 然後再安排生產研發 生產出來產品或者服務 最後一步呢是你啊去 宣傳你的價值就是推廣營銷對吧 讓別人知道 你是在做這樣的產品 你提供這樣的服務等等 最後一步呢就是交付價值 交付價值呢就是說啊 你通過不同的渠道對吧 通過啊電商也好 通過直銷也好等等 把這些產品送到消費者的手中 最後一步呢就是說啊這個CRM 就是這個客戶關係的維護 讓客戶去幫你宣傳 去評價你的產品 然後去介紹更多的人來賣你的產品 啊通過Wood of Mouth 就是口碑啊 還有呢就是他通過他的複購 然後來不斷的從你這裡購買產品 那當大家掌握這幾個啊框架之後 我覺得絕大部分的問題 都可以去利用這個框架去拆解 然後去看他是怎麼做的 比如說啊你可以通過他的官網對吧 通過他是個媒體公眾號等等 你可以去看判斷一下這公司 他的這個推廣 Promotion這一部分是怎麼做的 然後呢你可以去看他的產品啊 跟他的產品跟同類型的產品有什麼區別 有什麼優勢啊他的質量水平怎麼樣 他的定位是什麼樣的 他是高端的品牌還是低端的 所以再回到前面那三個問題 我覺得如果你掌握了這幾個啊 大鐵的框架之後 你應該會有一個思路 大鐵思路怎麼樣去拆解 和怎麼樣去切入 然後去分析這個問題 OK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下一期再見拜拜 拜拜